25号开始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 而24号气象局已经针对全台的14个县市 发布了高温警示的灯号 包含华林县的重骨 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端午节连续假期4天 花冬将会是晴朗炎热的天气 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山区 有局部短暂雷震雨的发生 有计划安排出游的民众 要注意防晒避免中暑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本周各地天气稳定炎热 午后在东北部地区及山区 有小范围短暂雷震雨发生 温度方面高温普遍在33度以上 包含华林县重骨 气象局也发布高温警示灯号 可能会出现38度左右极端高温 留意热伤害 所以基本上在花莲这一周的情形 高温大概都到33度 那你体感温度在外面还是会感觉更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体感温度 大概都已经来到39 38那种感觉 所以在外面基本上是相当炎热的 然后所以基本上在山区 午后还是有可能产生一些热对流 然后像一些短暂的 比较短暂的一些震雨或是雷雨 所以基本上如果在近中午的时候在户外工作 真的要小心不要尽量不要在中午出去外面工作 如果一定要在外面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花莲的紫外线 基本上都已经来到一个危险 所以从23号到29号 基本上都是一个11 12等级的危险等级一个情形 端午零假四天 花冬地区将是普遍炎热的好天气 紫外现墙 建议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 出门注意防晒 适时补充水分 若有安排下午前往山区活动 则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可能导致山区河谷吸水暴涨 记者长邦彦华林士报导